香港在全球創新競爭力中排名23 年輕人是否缺乏創業 現在有不少新科技、新緩業 可否幫助他們發揮呢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香港人以腦筋快走位靈活見稱 但最近被指創新能力不足 這個月初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 全球競爭力報告中 香港正底排名是第七 但競爭的創新競爭力這項排名 只有第23 引起了不少迴響 其實創意未必局限在科技產品上 最近香港有一個展覽 反映出香港人有創新的一面 除了電子玩意 會場還有一些較大型的展品 其實這個輪椅 想法是一般輪椅 在這麼窄的地方 無法這麼自餘可以入到 例如一些辦公室 很多老闆都不願意投資去改建辦公室 去就一些雙殘人士的輪椅進入 所以他們的就業比較困難 我就想這個輪椅 可以利用這個自轉360度 很小的空間都可以動得很自圓 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就業 胡敬樂是一間裝修工程公司的負責人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自己一手一腳製作 他說看到社會面對人口老化問題 加上有不少辦公室都不方便雙殘人士出入 於是就設計了一款更靈活的電動輪椅 不希望可以吸引到投資者支持 在外國有些平衡車 但它賣得非常非常貴 亦都很難夠普及到 我就想一下有沒有辦法可以降低它的成本 亦都做到更加 mobility會比較高一些 這個其中一個prototype是做到 做了出來是真正正正可以用得到 這個活動的負責人表示 不將作品公開展覽 除了有滿足感 更可以透過與公眾互動交流 知道產品有沒有商業生產的潛質 不說不定可以點石成金